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当日创下超1100万订单的佳境 较2016年首次推出11.11大醋增长24倍 此等报单盛宴你怎可缺席 亲身体验过去年11.11大醋 今年摘月大醋9.9大醋10.10大醋报单 盛宴的印尼跨境品类 Top 1大卖Martin 今天现身说法 它在Shopee经营的美妆品类店铺 在2018年11.11大醋后日销量大幅提升 快速达成GMV百万店铺成就 一起来看看Martin的店铺崛起历程和独家运营技巧 学习它的成功之道 走上11.11大醋辉煌报单之路 正所谓全球资源 中国机会 Martin本着国货出海的愿景 不遗余力的推动自由美妆品牌 O.TWO.O的发展 看到潜力巨大的东南亚市场后 果断选择携手Shopee 共闯蓝海 Shopee大醋全年无休 11.11大醋 12.12大醋 圣诞大醋等多个大醋 接踵而至 Martin坚信 只要好好地把握住 今年的旺季浪潮 品牌和店铺 一定能再次实现爆炸式增长 作为较早一批 入住Shopee的卖家 Martin见证了Shopee 这两年来的快速发展 Shopee美妆品类的用户 增量极大 O.TWO.O作为美妆品牌 收获了许多的忠实买家 Shopee的商城模式 以及店铺运营模式 对O.TWO.O品牌孵化 也有很大的帮助 Martin携手Shopee共同成长 在去年的11.11大促中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店铺在11.11大促后日 单量大幅度提升 成为GMV百万店铺 2019年 经过近一年的精细化运营 店铺单量稳定上升 9.9大促同比日常增长10倍 当天现实特卖单品 一小时鸟杀完5000件 店铺成长如此迅猛 它有什么独家秘诀 Martin在印尼市场 美妆品类闯荡一年多 精心攒下的运营法则 今日大放松 卖家朋友们 赶紧学起来 11.11大促单量滚滚来 无论是日常运营 还是备占11.11大促 选品上升都是 亘古不变的第一步 赢在起跑线非常重要 例如印尼买家 在美妆方面 追求大牌的质量 清明的价格 Martin建议卖家 多关注国际美妆流行趋势 同时要足够熟悉产品 清测产品品质 开发上新美妆产品 实颜值 质量 价格缺一不可 O.TWO.O的品牌 天欧美风 大气简约 是东南亚市场 热衷的设计风格 关于O.TWO.O产品的质量定位 和色号使用 Martin深度分析了 东南亚使用人群数据 结合自身成熟的供应链优势 接连打造出不少性价比极高的爆款 在店铺上新方面 O.TWO.O保持高频率 开发新品的节奏 同时Martin的运营团队 会根据单品特性来搭配组合成套装 从而尽量保持上新率 让店铺持续曝光 尤其是在旺季大促预热期 保持良好的上新节奏 能让店铺获得更多宝贵的大促流量 在店铺装修方面 Martin建议卖家充分利用好店铺 首页展示自身的风格 集合新优势 优化好每一个细节 比如在店铺介绍中 加上买家关心的物流时间 客服工作时间等 到买家进入店铺后 就能及时了解